有朋友问SE309元,他说有少少的货 他说现在值不值得罵底再偷呢? 其实SE之前就很... 因为这份业绩已经连续两次不是很达标 这段时间的惩罚性突然很大 再加上大家会想腾讯减持那些东西 当然你说这段时间弹了很多 但是我自己就没觉得那个疑虑完全消除了 那我们暂时这一刻是纯粹当是跟风反弹的 那我们自己有看的这只股票就是 他的故事的场景是正的 但是差在就是股值就真的未到便宜的成分 看看他会不会肯打多一两次底 就是你当着刚刚最近这个是底先 那看看市场会不会在这几十元里面做多一次区间 那就是打多一次底 可能那一刻你才会想要是否能够 否则这一刻都是那一句 你整扎高增长股都一起移动的话 那我宁愿选一些已经预视性高一点的股份 那你纯粹再给多一个操作 就是如果你说现在这一刻呢 其实如果你当黄金比率 0.236已经是179元 是0.236 通常当初步反弹呢 你当是乐观点 如果市场气氛还是OK的 你当它有机会弹到0.320的话 其实就是216元附近了 那也是之前跌下来的那个裂口位来的 那看看会不会这样做 那但是但是一句 通常我们通常都是见到中线的场景 那个基本面令到我们confirm 我们才会这样或者叫愿意再去加注